说到未来的交通工具 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飞行器 能在天上飞 还能在地上跑 近日 深圳一公司推出了空路两栖微型飞行器 电力充足情况下 能在陆地行驶50公里 或低空飞行10分钟 也许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日常交通工具 近日据央视网微博的消息 正我已经制造出 陆空两栖飞行器 深圳市哈维飞行科技技研公司 就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 自己造学研发出了一款 空路两栖的微型飞行器 Hover H1 让飞行机也能在地上开 最终他们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 把载人飞行器 Hover H1 研发出来了 它被定义为可以满足 空路两栖交通的微型个人飞行器 先是50公里 或者低空飞行10公里 其最大起飞重量260千克 最大载重量达到75千克 可以随时随地垂直升级 或者降落 在2016年美国无人机展中 Hover H1更是一举成名 但是电池的续号能力 是它没有办法 进行民用化和商用化的推广 这款独特的微型飞行器 其外观就像一辆通过改装的摩托车 与摩托车不同的是 飞行器带有一个 有三个轮子的底盘 飞行器采用电机作为动力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在地上能够行驶150公里 在空中飞行 可以低空飞行50公里 载重75公斤 该飞行器可以垂直升降 不像飞机前面那样 需要长长的跑道 这就是最适合民用的特点 驾驶这款飞行器出行 当路面车流量小的时候 适合于地上奔跑 时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当遇到车流量多 甚至堵车的时候 则可以垂直升空 坐100米以下的地空飞行 时速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这款微型飞行器 在性能上还有一些局限 垂直起降和方向控制等 驾驶性能方面已基本成熟 但是在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方面 与世界顶尖的技术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研发公司正在努力 进行不足方面的技术公关 规划在一年内能够突破500米的飞行高度 之后再研发增加载重量 还将把摩托车造型升级为汽车造型 目前的研发成品已通过了多方面的测试 虽然还不能飞越城市的许多超高建筑 但是可以采取避开高层建筑方式驾驶 然而要真正投入市场 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只有在技术和法规都相对完善的情况下 才能正式投入市场 我们相信驾驶这种 路空两机的飞行器出行的日子 已为期不远 感谢观看